她主办的慈善晚宴 美国第一夫人也要给面子出席 她不喜欢的人 就算挤破脑袋 哪怕是在自己的慈善晚宴上走个红台 她都不会给半分情面 她在时尚界影响力排名第六 仅次于贺本 香奈尔 麦当纳 圣罗兰 和戴安娜之后 老佛也才排名第十二 她还曾因对新闻和时尚的贡献 被英国女王封为女爵士 深居与女王一起看秀 都全程佩戴墨镜 还被媒体指出打破了皇家传统 这个女人 就是电影 穿普拉达的女魔头的原型 那个人还没进公司 就已经把咖啡午餐准备好 命令永远只说一次 助力24小时开机 曾经把员工逼到在天台大喊 我要自杀 也是呼风范语数十年的 时尚帝国权力中心的 美版Vogue主编的时尚女魔头 安娜·温托尔 而她也的确是个狠角色 在电影穿普拉达的女魔头拍摄初期 安娜就向梅利尔·斯特里普 委婉地表达过 咱俩算是结下梁子了 接着 她又警告时尚界的各类名流人士 谁都不要参加电影的拍摄工作 可谁料在电影首映式上 人们本以为她会恼羞成怒 破口大骂时 她竟堂而皇之地穿着扒达 飘然而至 仿佛是在说 没错 我就是电影的原型 而且她还开玩笑表示 看来我得写写自传了 要不出名全得靠别人 接着 她又在编辑部大摆宴席 声称自己要开始写自传 还请来拍摄团队 给自己拍了纪录片 九月刊 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而说起她的事业成就之路 那也是相当魔性了 在15岁时 安娜就尝试了Bob头 从那之后 就再也没有改变过 而当其他小孩 都在好好读书的时候 安娜却选择了退学 理由也很简单 那就是学校不让穿短裙 于是16岁的她 在父母的同意和支持下 来到了一家时装店工作 结果干了没多久 她就辞职了 理由是 店长根本不懂时尚 甚至把东西乱堆 像个杂货铺一样 后来21岁的安娜 进入伦敦 Hopper's & Queen杂志社 做编辑助理 6年后 她又跑到美国纽约 在Hopper's Bazaar 做一名初级时装编辑 只不过这里 还是镇不住安娜 在与主编产生一些分歧后 安娜再次选择离开 而她的最终目标 也并不在此 而是能成为 时尚杂志最高殿堂 Vogue的主编 于是多年后 她跑到美版的Vogue面试 当时的主编问她 如果你来到这里 最想干的是什么工作 结果这女魔头当时很霸气 直接来了一句 你的工作 这一胆量是没谁了 不过虽然没当上主编吧 但也担任了倡议总监的职位 所谓 只要我想折腾 就没有得不到的东西 1988年 39岁的安娜 最终接受了 美国版Vogue的主编位置 并且一上远 就展开了大刀阔斧的革新 杂志的第一张封面 就震撼了时尚界 当时她直接让模特 穿着一条50美元的牛仔裤 和1万美元的夹克 登上了杂志封面 而她之所以这样做 过程也是非常随意 她是电影穿普拉达的 女模特的原型 时尚教斯卡 Matt Gala的灭绝事态 被业界称为核武器 女模特安娜·温托尔 究竟是个怎样的狠角色 自己上任的第一张封面 安娜就请了一位 名不见精湛的 以色列小模特 原本要穿的是 上万美金的高定套装 结果年轻模特经验不足 到了拍摄当天 小马裙子塞不进去了 就在大家手忙脚乱 想着怎么才能让模特 穿上裙子的时候 安娜好不犹豫 直接反手拿起了一条 仅有50美元的牛仔裤 让小模特穿上 于是就成了高定 加牛仔短裤 加小肚子的组合 而这也是Vogue封面模特 50年来 第一次穿牛仔裤 以至于当时印刷厂 还打电话给安娜 再三确认后 才敢印刷这期杂志 而这种平民时尚 也一度震惊了 以高贵阶层感为荣的时尚界 至此 杂志封面上 不仅出现了 穿着浴袍的模特 封面女郎 在嗅到了饭串的流量后 安娜又开始启用名流登峰 1989年 麦当娜成为了 首个登上Vogue封面的明星 当期直接买断货 前前前夫人 希拉里克林顿 前美国第一夫人 米歇尔奥巴马等等 都是她的封面女郎 两人美国第一夫人 都陆续登上过封面 只是Vogue杂志 硬刊量和广告收入 持续冲破以往记录 安娜也凭借一己之力 盘获了Vogue的母公司 康泰纳士 而安娜的野心 也并不仅仅停留在时尚界 甚至还将手伸向了政界 因为她觉得 时尚和政治息息相关 在任何一期Vogue的封面上 也都可以嗅到 当今经济政治的发展方向 当然 她也不喜欢把自己 困在封闭的圈子里 故不自封 于是当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 在老公宣誓就职的第一天 就因装束丢脸 并被批评 时尚最美品位的第一夫人后 安娜就立即抓住机会 主动请应 要以朋友的身份 给希拉里提供时尚建议 于是在安娜的帮助下 希拉里的美商急速上升 还成为了第一位 登上Vogue的政界人物 而安娜也借着希拉里的光 频繁出入白宫 甚至还能和戴安娜王妃同行 而当奥巴马在竞选时 安娜也帮了不少的忙 不仅举办了场大型酒会 还特别设计了一款狗贵衣服 为奥巴马筹钱 而她的号召力 也为奥巴马争取到了 不少女性支持者 当然 也不是谁都能得到 女魔头的好脸相待 比如娱乐圈独流的凯带山 就因为不受主办人 安娜·温托尔的待见 以至于几破脑袋都想参加 到斯坎级的红毯盛宴 Metal Gala 也成了持心妄想 虽然现在的金凯带山 因为会赚钱 与粉丝亲近 耿之人设等因素 风险还算不错 但早期的她 因为过分填充整容 跟重端BA球星纠缠不清 以及尺度惊人 全网疯传的不雅视频 和爱炒作的习惯 至少无论是圈内还是圈外人 在说起她的时候 大多都是很轻蔑 直到成了坎爷的女人后 卡戴山的机会才算是来了 2013年 卡戴山怀上了坎爷的娃之后 坎爷大方地牵着怀有身孕的卡戴山 一起走上了Metal Gala横毯 一时间风光无限 但谁料 在混来Vogue的官图中 却硬生生把夫妻伤人照 才成了坎爷单人照 卡戴山也被剪得只剩下了一只手 可怜的卡戴山 处心积虑的万种风情 只剩下了一只手 只是没想到的是 在2014年的3月份 坎爷和卡戴山竟然穿着婚纱礼服 登上了美版Vogue的封面 前脚不看好卡戴山 一言不合将其照片踩到只剩一只手 后脚就让夫妻俩登上杂志封面 安娜·温托尔的变脸速度有多快 在卡戴山和坎爷登上Vogue的封面后 这一操作 直接让这一众杂志中粉 像吃了苍蝇一样绿 甚至还有人威胁到 要取消订阅Vogue杂志 不过对此 安娜·温托尔却表现得相当淡定 直到很久后才说道 这个决策没问题 如果当时我错过这对夫妻的影响力 那才是真的失误 而她的解释 也是相当有水平 如果我们一直保持阳春白雪 只把高压品位的人放在封面 那这将是多么无趣的一本杂志 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我虽然不欣赏她的人品 但是她身上具本的影响力不能放过 根据2017年11月的数据 Vogue在全球拥有2440万读者 每月拥有4200万独立在线用户 广告每页售价33万 也是在这一年 安娜被评为在媒体 娱乐界最有权力的女性 时尚界影响力排名第六 仅次于贺本 肖奈尔 麦当娜 圣罗兰 和戴安娜之后 还因为对新闻和时尚的贡献 被英国女王封为女爵士 甚至在2018年还和女王一起看秀 虽然当时因全程佩戴墨镜遭到诟病 但原意也是为了防击一些设计师 通过自己的表情 猜测出自己对待一个品牌的看法 因为她的看法 对于品牌有着很大的影响 而每年举行两次的 咖位云集含金量超高的时装周 安娜的意见 也占了很大的影响力 在2010年的米兰时装周时 安娜宣布只能参加三天 因为她还要返回 美国关卡奥斯卡颁奖典礼 于是很多重量级的高级定制公司 比如普拉达 芬迪和阿玛尼 都要求组织者将自己的时装秀 安排到安娜出现的那天 结果没想到安娜待了四天 这使时装周引起了不小的混乱 不夸张地说 但凡是在大秀后 安娜在后台亲自采访的设计师和品牌 在之后一定会大火 而凡是上了Vogue杂志推荐的时尚单品 也往往能卖到脱销 而因为同样是在时尚圈 于是常常有人会拿达和已故的老佛爷 香奈儿首席做比较 但其实两个人在才华上的体现并不一样 老佛爷在设计方面汲取天赋 而安娜则是一把运营好手 两人也是很好的朋友 不过关于两人之间 也曾发生过一件非常有趣的故事 1993年的米兰时装周上 老佛爷请来了一些脱衣五年 和成人片明星替Fendi走秀 结果气得安娜直接离席 不过在工作上雷厉风行的安娜 在感情问题上也是个狠角色 当年她与第一位精神病医生丈夫分手后 就和职场新贵电信大亨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财务主席的希尔比 走到了一起 为了能跟安娜在一起 希尔比铁了心地离婚 还把所有房产和不止一半的现金 全部留给了前妻 借助着希尔比的平台 再加上自己能力的加持 安娜在政界混得如遇得水 只不过在2013年 希尔比被爆出欠美国国税局 120万美元的税后 两人的关系就急剧变冷 即使一起看比赛 都是一副大女主和无能费的模样 甚至能离多远就离多远 再后来 希尔比干脆就消失了 可能是安娜厌倦了这个男人吧 毕竟她如今没钱没人脉 与安娜千万美元的身家相比 安娜甩了她 也是不足为奇 毕竟在她眼中 事业永远优先 男人只能往后拍 by bwd6